在没有降落伞的时代 飞行员被击中 就只能等死 他拼命派打机舱 驾驶员却没有回应 他还不知道 驾驶员早已被击毙 飞机逐渐倾斜 他也明白了自己的下场 随即闭上眼睛 安静地等待死亡 与他们同行的另一架苏联战机 也被德军死死咬住 尾部的机枪却在关键时刻卡壳了 机枪手只好逃出手枪射击 给多国飞行员都看乐了 甚至下一秒 苏军驾驶员突然拉升 两架战机擦肩而过 为止发生了转变 驾驶员疯狂开火 德机随机炸成烟花 但更多的敌机来袭 驾驶员只好降下高度 强行迫降在德战区 地面的德军对他们展开围捕 猛烈的炮火下 驾驶员被炸昏 同伴背起他开始逃命 却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 他把驾驶员放上扶兵 再用木棍撬断兵面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 拿着火火苏醒 发现自己居然躺在一块河中心的